这年311日本福岛核灾后 宜兰人文基金会董事长陈席南 有感于我们这一代不能留给下一代 举世毫无办法解决的核燃料 和核废料的万年剧毒 在2011年全新投入了解台湾核电厂营运 与推动各项非核家园之路的公益活动 经过短短半年的时间 2012年的4月 宜兰人文基金会开设了 人文TV公益影音网站 将成为第一个以收集核能知识 核电报道非核家园 以及关怀土地正义的影音网站 并且计划在101年4月26日开展 有人文馆长美誉的前实践大学 图书馆馆长蔡青龙 得知陈席南以及和数位影音内容 建制人文TV网站 特别来到宜兰人文基金会进行交流 你的精神令人感佩 就像刚刚看到那一幕 你咱们雨中咱们要发的 那不让你发 这是很令人动容 一个身体不方便 而且能够把这个意志力展现出来 是令人 就是要留给历史来看看 这一代的人 有这样的人在为台湾的未来 在奋斗 这一部分 刚刚那一幕 我们真的是要 无比珍惜的镜头 蔡青龙进一步指出 数位内容产业崛起 任何资讯的揭露 都要以最容易 让接收者阅读的形式呈现 而研究统计 70%到80%的资讯接收者 都比较依赖数位影音方式 人文TV散播核电资讯 使用了最正确的传播方式 满足都很众多读者 但是我们的反而阶段性的目标 要放在很明显的位置 一进来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会用其他的东西 来吸引别人进我们的网站 拥有电子科技业背景的陈锡南 经过几个月来 密集网罗 数位内容产业专业人才 投入制作影音 与建制人文TV公益影音网站的工作 目的就是为了让国人 在这个平台上 看到过去常被忽略的 关系国家安危的重要核电议题 我跟任何一个知识人物 我想我都可以当地感受到 我是不是为了自己 我无私的奉献 我在防止台湾 台湾的主要媒体的 这个大陆 这刚才是史诚很少 一旦让他做了 他就没有安理的一天 这是重点 他也快就要做了 如果不是被我发现的话 做成了 可能是上天 让我去追到这个 事实 及时掌握 陈锡南借此机会 也向蔡新龙馆长提议 希望借助蔡馆长的人文哲学素养 以及过去建制图书馆 数位内容典藏的丰富经验 一起为非和家人努力 工医导下 你的车波的对象就是前朝安长 不会直线你拿过利 你的数据是为了主地 为了安静 为了后继续的安全 没有主地的生意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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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后续的安全 拿来 拿来 参与主持 也不可能 你们有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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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TV公益影音网站 目前正在试播阶段 将与第二期非和公益特刊 在四月下旬 一起以不同媒财 提供不同分众收看 也期待台湾人民 在这个部分蓝绿 促进台湾永续的平台上 上网登陆 参与非和家园的行列 成为中道力量的一份子 atheist 小学生 希望 一小眼 第二期 新闻 只要 互相 新闻 感谢 後 花